現在越南方面 他們基因測序的這些能力 肯定不如像英國其他地方 所以對於這個變種的追蹤 surveillance 這方面到底做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當然是一個大的一個問號 所以在現在過去一個多月裡面 越南的疫情飆升裡面有多大程度 是因為這個變種引起的 這個是需要打個問號的 然後另外我也看到媒體報導有提到說 這個變種在體外培養的時候 它的防止速度非常快 那這方面我就是目前沒有看到 相應的這個就是醫學報告 那越南衛生部門曾經說 他們要儘快發佈這個變種的這個經營序列等等 那現在我還沒看到 聽媒體報導就說 它是像加拿有些印度變種 加上了這些額外的一些突變 那關鍵是沒看到這個具體的這個報告 就不好評價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就是 當然是這個4月份以來這種飆升 讓整個越南社會陷入一種不安的一個狀態 但是他們又找不到一個合適的一個理由 就是全面的這個去追蹤這個疫情是怎麼起來的 我覺得他們還沒做到這一點 那不管怎麼樣 有這個變種存在的話 我覺得謹慎一些是好 但是確實不需要過激